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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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包括这种电子皮肤的甲体能够帮助结 只患者避免受到伤害 这种电子皮肤是由橡胶和织物打造的薄层 它能够覆盖甲手的指尖 并且产生电脉冲 当电子皮肤与物体结束时 这些微小的脉冲就会刺激甲之中的神经 来模拟一种真实的触感 疼痛当然是令人讨厌的 但是它也是必要 借助这种电子皮肤 甲体曾经缺少的防护性触感 现在也已经能够让极致患者体验到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 借鉴人类皮肤触觉感受器的复杂神经网络打造出了这种电子皮肤 根据电子装置传递的不同脉冲模式 电子皮肤能够传递从轻出到疼痛的一系列感觉 研究人员在那位秘密截致者的身上 对一种电子皮肤原型进行了测试 这位测试者佩戴着这种电子皮肤抓取了不同的物体 这位参与者描述了自己佩戴这种电子皮肤的感觉 许多年后我就感觉到了自己的手 就好像一个空壳再次充满了生命 未来我们也计划探索如何将更多的感觉打破给截止者 3. 密封助人类研制自动飞行器 尽管机器人技术取得了惊人的剑步 但今天的机器往往很难完成动物世界里宽充的日常工作 所以机器人研究人员正在利用大自然数十亿年的经验 通过研究蜜蜂来制造能够了解 并驾驭周围环境环境的飞行器 据美国指引报导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阿利克斯 迪尔说 蜜蜂的大脑可能很小 但是它们可以做的却比无人机要多得多 他说 一只蜜蜂能够飞出去了解环境 找到一片鲜花 蜜石 然后飞回来 把这些信息传达给其他蜜蜂 无人机 如果要有这种深度学习的计算能力 就需要一个相当重的电池 如果你加了额外重量 控制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就需要更多的动力等等 项目背后的想法是 在节能自主行为的策略方面 我们可以从昆虫 特别是蜜蜂身上学到什么 飞行大脑Brainboard 项目正在研究昆虫的大脑和行为 以此作为智能无人机的模型 该团队希望在一年内研发出一架自主飞行的机器人飞行器 4.AI可分析肠道陣落 预测居民是否可能感染或乱科学家们 开发出了一种机器学习算法 可以通过分析病人的肠道细菌 分析其是否有可能感染或乱 研究人员认为 人工智能在或乱高发低区 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因为它可以分析数万亿的细菌 这异能力远远超过了人类 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人类还不清楚 为什么有些人会感染或乱 而另一些人却不会 孟加拉国常新受或乱疫情困扰 在这项研究中 锁定了孟加拉国的76户居民 收集了参与者的职场数字 结果76户居民中 有约三分之一感染了或乱 其他人则一直很健康 基于这些数据 机器学习算法 锁定了近1000个细菌类群 他们似乎可以作为判断 某人是否会感染或乱的依据 确定了一个新的或乱一发因素 这个因素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这些信息可以帮助研究人员预防或乱感染 实现AI驱动的疾病预防 留言点赞发个朋友圈 我们一起探讨AI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素材来源 搜狐科技 雷锋榜 新浪科技等 如需转载 请候他留言 遵守专载规范